喜欢吃羊排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个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羊排,不腥不散,外浆里嫩,味道浓郁 搭配蔬菜丁一起调味真鲜,真的是太好吃了 话不多说,一起来看看吧 在欧洲的大型超市,一般都可以买到这种物美价廉的羊排 取出羊排,首先用刀将羊排反面的筋膜切断 再沿着骨头的方向将正面的肉划开 处理好之后,把羊排转入到一个盘子里 准备半个洋葱切片,再来取一节调料将羊排腌制一下 腌肉配方小微已经写在了屏幕上方,没有严格的固定搭配 大家可以参考,然后根据自己的口感稍做调整 不太能吃辣的朋友,可以选择不辣的红角粉,给羊排增加红润色泽 最后加一点植物油,不仅可以让调料更好地将羊肉护抹均匀 而且可以更好地锁住羊肉的水分,减少流失 确保羊排的每一个角落都被调料紧紧包裹 再用一张锡纸把羊排盖起来 当然,你可以选择其他东西代替,比如保鲜膜或者盘子 密封紧实之后,腌制一个小时以上 把腌制好的羊排转入到铺了锡纸的烤盘里 腌肉的洋葱丝也一起倒进来 盖在羊排上面,稍作调整,再铺上一层锡纸 用手指盖住锡纸沿着羊排的形状按压紧实 把四周的边边卷起来,封住缝隙 整理成这样就可以了 放入烤箱,150-180度烤一个小时 时间到,我们先来看看初次烤制的结果 这一步不仅能将羊排完全烤熟 还能腦腦锁住肉质的水分不让其流失 但要让它达到外焦里嫩的口感 这里还差了一步 先去掉烤软的洋葱不要 再把羊排转到烤网上,180度烤20分钟 进入二次烤制,多余的油脂被逼出来 表皮酥脆可口,可以再撒上一些调料增加口感层次 这时候的羊排,色香味俱全,已经可以直接开吃了 用刀沿着骨头,把羊排一块块切开 你看到里面的肉质,鲜嫩多汁 喜欢香脆口感的朋友,也可以把切面再烤15分钟 这样,每一根羊排外焦里嫩,非常入味 羊皮多余的油脂已经被逼得差不多了 把它轻轻的撕下来 里面的羊肉还是保持了鲜嫩多汁的状态 羊油香而不腻 搭配纯瘦的羊肉一起吃,真的是太香了 如果你还想将羊排的口感和颜色搭配,再申请一下 可以像这样,炒制一份配料 这里我用到了半颗洋葱丁,炒出香味 再放入半颗红椒丁,继续翻炒片刻 然后加上一些孜然粉和食盐,翻炒出香味 接着倒入烤好的羊排,翻炒均匀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欧芹叶碎 让配料的味道和羊排充分混合 保持配料的新鲜度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就这样,一份好看又好吃的孜然羊排就做好了 除了自己吃,用它白盘来招待客人,也算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料理 有了蔬菜的搭配,羊肉的口感层次更加丰富 而且吃起来香而不腻,更加爽口 丰富的颜色搭配,也给羊排增加了不少色彩 简单明了的孜然羊排,你喜欢怎么吃呢? 欢迎留言告诉小北,我们一起分享美食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别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简与世纪 我们下期再见